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欣欣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呢 算了吧 全都包起来 欣欣 咱们去前面看看 好 欣欣 今天下午只包了半条件 你还有什么想要什么 不如一会儿我们吃包饭再去逛逛 啊 吃饭 差点忘了 不吃饭了 晚上我爹让我早点回去 咦 伯父不是出去后天才回来吗 提前回来啊 嗯 就是刚回来所以急着见我 我先走了 哎 全包起来 一会儿送我去啊 今天的月亮真好看 欣欣 怎么了 最近都是晚上才见到你 明天有个书店开门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明天 明天不行 明天我要在家陪我爹 欣欣 你前几天不都在家陪我父母 所以我们才晚上出来 嗯 我爹后天要出远门 所以我明天要在家陪我爹 好 要出远门呢 抓紧了 抓紧什么 没事没事 你看今天好多星星啊 星星 我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想给你个惊喜 我是来 星星 我是来给你送我昨天买的东西的 你是谁 我是来提亲的 你又是谁 还叫星星叫得这么亲人 提亲 我不知道星星已经跟我在一起了吗 你胡说 星星明明和我在一起了 我们每天都见面 一起赏月谈心 你才胡说 我每天一起吃饭过去 星星 这是怎么回事 星星 怎么回事 我 我 星星星 你看 你生日也过了 也到了嫁人子的年龄 这不 前两天 有两户人家 都托媒婆过来了 我看了 都挺好的 别给说说 好 这个 住咱们家东西 他叫许多才 人虽说 人虽说长得一般的点 但是啊 家里条件好 开的有连锁店 另外一个小伙子呢 他住咱们家西那儿 他叫好帅 长得 是一表人才 而且啊 还是个读书人 你应该记得 他小时候啊 救助咱家隔壁 记得 小时候经常一块儿玩 嗯 我看 这两个 都挺不错 一个呢 是家经妇 选谁 一个呢 是御术人 选许多才 最起码以后物质上可以保证 夫妻过日子 不就是柴米油盐 要是连生活都要操心 那以后绝对少不了科吧 凭见夫妻百事哀 可是结婚又不是只要自己过得好就行了 以后还会有孩子 总要为孩子想想 好帅是个读书人 还一表人才的 这样不仅自己扬眼 而且孩子基因也不会差 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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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 到底怎么回事 我 为什么会这样 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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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手 16岁那年 我以少年天才之名入朝为官 今年26岁 我 失业了 我准备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 开始一次长途旅行 人们常说 前世的多少次擦肩而过 才换来今生的一次相遇 公元675年9月9日 这天是冲阳节 旅途中我在宏都留宿 恰逢临江的腾王阁巨峰 官员严伯宇为此组织一场训会 我参加了 来来来各位辛苦啊 辛苦了 今天来的都是各地的文人骚客 希望啊 希望啊各位 大显神童 为腾王阁作序 记载今日重修之盛况 大将 今天我头子 发挥不出水 老王 你 我们家老母猪昨天夜里乃采 现在我心情十倍低落 没有灵感 那哪里 要你了 爷大人 请问你家有个女婿 才华横溢 今日之事就由她来治理 那样不好吧 这恐怕遭人意了 我看下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 那我也不推死 这篇文章 我女婿昨天已经下 请各位过过目 看看 能否成为今日最佳 还有一个女婿 也是使人 在当地颇有才华 于是 严大人顺理成章地 把女婿推了出来 好 好 嗯 好 或许是我依然太过幼稚吧 还是见不得这么多的人情世故 且慢 我来试试 藤王阁外风景甚好 置身其中 我两望 我们再看风景 我们也成为了风景 我们是谁 我们在哪 我们又能给世界留下什么 我回答不了 我只知道 江水 绿树 飞鸟 天上的云彩 它们比我自由 比我洒脱 我想起了许多过去 我想把它们写下来 十六岁入室 试问天下 能有几人 写了个皇室子弟斗鸡的故事 就把我赶出长安 昏庸 作为过来人 我想告诉你 有才华的人 从来不缺少机会 我没有罪 我是被冤枉的 在这热闹的聚会中 我却越发孤独 不华天堡 龙光射牛斗之躯 人杰地灵 虚辱下 盆帆之踏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 共长天一色 观山南越 水杯 湿路之人 萍水相逢 尽是他乡之客 在时间的围独中 相距于此的我们 不过是此间的过客 人生悲喜 并不总是心意相通 我知道 今天的拔酒言欢 不过是收拾心情 明天 我们会将过去藏在心底 继续各奔东西 闲云谈影 日悠悠 勿唤心仪 挤渡秋 阁中弟子金河在 见外长江 空自流 就让我们 暂时忘了苦门 我们这些 萍水相逢的过客 可以在这一瞬间 成为知己 因为到了明天 我们就会拥有 相同的过去 道足且长 各自 珍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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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